南六是臺灣最大的那個工廠 那它今年下半年 它還要再增開30條到4條 快速的增產線 但是問題是它的訂單 這30條馬上就滿了 這是那個南六 那另外是康納箱 康納箱現在也要進入到 所謂的就是 就是更高檔的這個口罩 它也開了這個高速生產線 對不起也是這一開馬上就而滿 但問題來了 因為臺灣很缺貨 現在要留意有仿製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有趣 這是由靖新公司 它本身就是做這個口罩的 它發現市場上有仿的是 來自中國大陸的 那你仔細看這兩個 畫面其實都一樣 你真的看到這個A也很像 這個有一個它融噴部的形態 也都一樣 就你知道差別是什麼地方 很小的地方 不知道我們觀眾 你有沒有找到 差別在什麼地方 在這個靜這個字 其實你仔細看 這個靜是簡體字 但是你真的還真的看不出來 因此他就決定了 放大給大家看 到底差別什麼地方 真的要放大之後 才看到就是 果然真的 這是正牌的 靜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假的 靜是這個樣子 好那他就發現到 再仔細看 有個地方不一樣 他的顏色比較黑 他的顏色比較藍 也就是說現在台灣 已經是期貨可居 因為熔噴布 這個在中國價格 已經是太貴了 所以就有這個仿製 那當然你要仔細看 中國人喜歡用的口罩 跟台灣人愛用的口罩 還真的不一樣 中國現在流行的是 小黃鴨 還有電視跟黃小鴨 還有電視跟汽車 分底小蘑菇 那這些東西小朋友很愛的 他就說提醒大家 如果你看到這些顏色很可愛的時候 要留意一下 這可能是中國來的 那裡面可能沒有熔噴布 沒有熔噴布的影響是什麼 這醫生來解釋 有人不熔噴布跟沒熔噴布 有什麼差異 對的確我們那個熔噴布的 特殊的技術的話 它可以針對病毒的一個過濾 跟一個我們在使用上面的隔絕 是比較有效果的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或是假的或比較薄 有些甚至口罩是透到 你可以直接拿出來 就可以看到外面那邊的話 有些是真的這麼薄的話 那很有可能對你的隔絕 是有很大沒有效果的 那真的是要去做這個預防 因為我們在這個發現說 這段時間大家防疫 做得很好的情況之下 不只針對COVID-19 有做一個改善以外 我們還有發現其他的病毒 跟病菌的感染率 也有跟著下降 所以現在要進入到 對 一般的感冒 或甚至夏天該有的腸胃炎 腸胃病毒的感染 也有相對的有比較少一點 對 大家有在洗手戴口罩 那現在要進入我們的秋冬 就流感又要再開始了 那在這一段時間來講的話 就算你不是針對我們的 COVID-19的話 針對現在或下一波的流感 要開始的話 其實戴這個口罩 要跟勤洗手 也是有這樣子相關的一個預防的動作 我有一個朋友 以台大醫學院比較 不然你做 做以台大醫學院 台大醫院 後來他出來開筋鎖 開筋鎖行李是說很好的 因為你知道嗎 都是那種很多都是感冒 而且是小朋友感冒 對 結果他說最近他去紓困 申請紓困 診所申請紓困 我說為什麼申請紓困 他說因為病人少了一半 真的 因為平常都靠那個 來吸吸鼻涕 噗噗 有沒有 坐上去 然後這個開感冒糖漿 這種 這種病人很多 現在說連這種病人都少一半 因為都帶孔罩 患莫傳染的方式就阻絕掉了 所以就少了很多感染的小朋友 董醫大哥沒注意到 現在你幾乎沒有聽到那個腸病毒 有沒有 現在是腸病毒的耗發時間 有沒有 沒有腸病毒嘛 這個最明顯的 沒有 還有一個東西 叫登革熱 登革熱 因為幾乎不會有 淨壞移入的人進來 你也就沒有發現 所以今年其實 登革熱一定也會非常少的 然後我聽到我這個朋友開診所 在申請紓困 一方面替他覺得辛苦 可是一方面又覺得很高興 這情緒好複雜 很複雜嘛對不對 就表示台灣人生病的狀況 變少了 變少了 不過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還是一樣 就是勤洗手跟口罩有多重要 美國人很多都很形勢 你知道嗎 他們才有一個圍巾 看著人就縮起來 如果沒有人就縮起來 那都不好 剛剛講那個熔噴布才重要 是 可是你知道 因為我們實在是日子過的 有一段時間很安逸 你知道 後來我們都不是在看熔噴布 我們女生之間在討論都是在 口罩時尚 對 就是討論說 有漂亮的顏色 你這個蕾絲的 是姐姐款的 我叫蕾絲的 那是紫色的 那是紫色的 我那天去買口罩的時候 很好笑 我就跟 因為我要上公車 才發現 糟了我沒口罩 然後公車站牌 剛好有一個要局 我就很高興 因為我終於補辦好我的健保卡了 我好幾年沒有用過的健保卡 我就補辦 補辦之後就想說 可以來買口罩 你知道我進到藥局的時候 我就說 請問還有口罩嗎 他說有 然後說我要買口罩 要是第一句話說 但是是白色的 你要嗎 大家都說 台灣人現在是已經到選顏色的階段 然後我就猶豫一下白色的 吃太好拉天 對 後來我跟他說 白色的 可以給我藍色的嗎 他看到我一點 我說 不是挑顏色是白色 我常常分不清楚要在哪一面 江醫師要補充 剛才那個主持人有 小時候講到 就是腸病毒這個部分 其實已經是夏季了 那我想可能 這個觀念要大家更新一下 剛剛講情形手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說已經是要預防到一些腸胃道病毒 還有說腸病毒 本身腸病毒是以神經症狀來表現的 那其實光是以前那種乾洗手 那時候疫情剛才這種乾洗手 那絕對不會夠的 對 因為那都是有套膜的病毒 那必須是要靠濕洗手的部分 所以這樣大家洗手習慣 這個部分要改 洗手方式一樣 那要加工大大力管 但是洗手方式一定要洗手台 肥皂這樣洗 那才會有用 乾洗手對病毒是沒有用的 對腸病毒是沒有用的 對流感對新型冠狀肺炎病毒 有效 但是對於腸病毒沒有用 所以乾洗手沒有辦法殺腸病毒 那還有很多的腸胃道感染的 其他什麼大腸感染 那個是沒有用的 因為它都有保護膜對不對 對沒錯 輪床病毒那個也沒有用 蘇星像女生啊 很多人現在都戴口罩 是 那戴口罩其實也看不到嘛 化妝你就要畫上面這裡就好 是 沒有沒有還是要畫 因為你還是有時候會拿下來 有時候 一定知道腮紅這個地方 但是很煩 戴口罩真的很煩 原因是你本來有上口紅對不對 然後你戴上去 它就會弄掉對不對 拿下來然後這邊都紅的 然後嘴巴又要補 就覺得很煩 所以老實說 如果可以不拿下來 我是會選擇 就是要用眼鏡 這樣要畫妝嗎 這樣子老實說 其實戴口罩之前有研究發現 通常呢 一般人會發現女生戴的口罩 比不戴口罩漂亮 很漂亮 再講一次 不戴比 有戴口罩 比不戴口罩漂亮 而且我 因為他們就發現腦會腦補 就是我們的腦補呢 我們的想像是美麗的 就是當我把它遮起來之後啊 它自己腦補的 會是相對對稱而漂亮 所以很多女生 你會覺得她戴上的口罩 特別漂亮 拿下來之後就 拜託你戴上 所以真的很多名 劇也是 就坐公車 都看到每個公車的 那個年輕男生 感覺戴口罩都很帥 對啊 我女的就跟我說 媽 我跟你講 最近那個帥哥特別多 其實是因為戴了口罩 你會腦補 所以真的 腦補啊 不用化妝 腦補自然 你戴了口罩 你會以為這個人 他的那個鼻子應該是很挺的 嘴巴應該是腦補 哈哈哈哈